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后比利又转念一想 维特说的不无道理 因为维特在冰淇淋仓库工作 说不定能利用维特的植物之变狠狠地搞上一票 确定好计划后 维特反而开始紧张 再也没有了一开始的疯狂 比利数次提醒他才勉强记住计划流程 本地区的冰淇淋贩卖员名叫伯德 他擅长富裕 很受孩子们喜爱 比利曾经利用植物之变撕卖存货 结果被伯德举报导致坐牢 这次前来 比利不为别的 只为了找伯德的麻烦 然而没想到伯德一点也不怕他 甚至连孩子们都看不起他 比利虽然生气 但一想到伯德明天就会遇到麻烦 他便强忍着控制住了自己 甚至买了两种自己不喜欢的口味 好气啊 伯德的生意竟然这么好 虽然维特有点笨 经常被比利打骂 但比利也不会因此占他的便宜 仓库管理员叫白大姐 由于维特和同事办事不够机灵 所以经常受到白大姐的批评 今天在港同事临时有事离开 所以白大姐不得不亲自接待伯德 白大姐对伯德的印象不错 甚至还约了伯德晚上一起吃饭 谁知伯德想也没想立刻拒绝 这让白大姐很没面子 比利原本是打算调虎离山 趁伯德下车之际潜入他的车里偷钱 还有白大姐有开启保险箱的权利 如果维特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弄到保险箱里的钱 为了让维特有动力 比利还使出了激将法 说所有人都看不起他们兄弟俩 再加上白大姐的辱骂 维特一气之下竟然直接闯进了办公室 他二话没说 拿起武器就攻向白大姐 比利因此差点崩溃 你也太冲动了吧 这我怎么搞啊 伯德等了半天也不见人来装货 因此只能大声催促 但却得不到任何回应 此时重伤之下的白大姐竟然爬出了办公室 眼看伯德就要发现她 比利见此咬紧牙关 拿出钩子勾住了白大姐 几下将白大姐突回办公室 白大姐的呼救也被货车喇叭声掩盖 等来等去也等不到人 伯德一气之下便离开了这里 本来兄弟俩想搞点小钱 结果没想到把事情闹大了 闹大了也就罢了 保险箱竟然是锁住的 两人忙了半天什么都没有得到 维特不死心决定继续对伯德下手 入夜后二人潜入了伯德家里 伯德虽然第一时间投降 但维特还是一枪要了伯德的命 维特的理由是 反正伯德也不一定会告诉我们钱在哪里 比利虽然崩溃 但做都做了也不能挽回 两人在这里翻箱倒柜的寻找 但都找不到钱在哪里 就在比利绝望之际 他却突然发现 钱竟然装在冰淇淋的包装盒里 比利本想叫维特来装钱 可维特却一点动静也没有 此时一阵枪声响起 比利的腿应声而断 没想到开枪的竟然是伯德 但伯德刚才不是被爆头了吗 怎么还有能力反杀维特 原来伯德是连体双胞胎 这个秘密谁也不知道 刚才被打死的是他的连体弟弟弟个性内向 但在为人偶配音时 弟弟会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变成一个出色的冰淇淋销售商 这便是伯德赋予表演的秘密 毫无疑问的比利死在了伯德的枪下 没有了弟弟的帮助 伯德的生意一落千丈 就算他想努力 以他的火爆脾气来说 生意也是做不成的 第一个故事到此结束 第二个故事叫对手戏 安迪对工作过于伤心 不管何时何地都在谈论工作 哪怕是在和妻子的烛光晚餐上 妻子忍无可忍终于提出了离婚 他还坦言说自己早已出轨 收拾完东西 他就要和情夫私奔 找回自己的激情与爱情 面对安迪的挽留 妻子不为所动 还讽刺安迪是个鸟人 安迪恼羞成怒 与妻子扭打在一起 妻子为了自保 拿起剪刀划伤了安迪 安迪在盛怒之下 要了妻子的命 邻居听到妻子的惨叫后 连忙打电话报警 正巧 警员哈里刚刚与夫人吵完架 为了远离夫人 他主动选择加班 没过一会儿 哈里就来到了安迪家 安迪还没有把尸体处理好 但为了不让哈里怀疑 他还是将哈里请了进来 安迪谎称 妻子已经去寻找自己的幸福了 目前应该在前往芝加哥的路上 简单找了找后 哈里并没有发现异样 只是找到了妻子的戒指 原来安迪将妻子的尸体藏到了浴缸里 妻子的脸被安迪挡住 哈里没有多想 以为安迪只是想洗泡泡浴 简单看了看后 哈里便离开了这里 随后安迪抓紧之间将妻子分成了数块 装进了心理箱里 然而在办理拖运时 却刚巧遇到哈里 面对哈里的询问 安迪口不择言 此时工作人员突然提醒安迪 资料还没有听完 万一东西弄丢的话 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安迪解释道 自己刚刚已和妻子和好 马上就要去芝加哥陪妻子 哈里经常与夫人闹矛盾 作为过来人的他表示能够理解 还顺便送了安迪一程 安迪没有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上火车 更让他无语的是 哈里竟然也要去芝加哥 这样一来的话 安迪就没办法中途逃跑了 通过交谈得知 两人的婚姻都不愉快 安迪的妻子嫌安迪对他不够关心 可哈里却刚刚相反 夫人嫌哈里对他太过关心 让他感觉不到自由 婚姻真的好麻烦 随后哈里问了一个惊悚的问题 你有没有想过杀掉妻子 安迪不想回答 还说自己不是杀人狂 哈里无奈只能根据经验模拟安迪杀人的经过 你如果想杀掉妻子的话 一定会这么干 哈里模拟的现场与事实完全一样 吓得安迪连忙以吃饭为由逃进了餐厢 可每过多久 哈里就跟了过来 甚至还主动吃起了安迪的食物 哈里这次搭车是为了监视安迪身后的毒贩 了解到这点后 安迪终于不再紧张 可每过多久 他就开始冷汗直冒 原来这里火车上有大量的FBI 每个角落 每个行李箱都会被仔细检查 预计22分钟后开始 听到这话 安迪连忙找借口来到了货乡 既然没办法处理心理箱 那就干脆找一个类似的心理箱 调换信息卡 然后安迪再扔掉自己的心理箱 哈里之前见过安迪的箱子 所以安迪没办法不拿 不然会被怀疑 搞定一切后 安迪回到了餐厅 此时 哈里终于说出了真相 原来哈里就是安迪妻子的出轨对象 妻子的戒指正是哈里送的 如果妻子真的走了的话 肯定不会留下这枚戒指 其实在一开始 哈里就猜到了真相 安迪强壮镇定 说一切都是哈里的猜想 为了证明这点 他还主动要求警方搜查他的行李箱 然而没想到这个行李箱里装的也是一具尸体 安迪在惊慌之下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罪行 事已至此 安迪便想拉着哈里一起下水 可没想到哈里先太不告状 说安迪的妻子喜欢女人 妻子的出轨对象其实是哈里的夫人 两人还有一样的戒指 安迪因此恼羞成怒 杀掉了哈里的夫人 后来又杀掉了自己的妻子 哈里凭借着自己的审问经验狂轰乱诈 把一切罪行都推到了口不择言的安迪身上 安迪因此被捕 但实际上这不是真相 妻子和夫人其实并不认识 哈里的夫人其实是被哈里杀的 因为他俩长期不合 经常吵架 哈里的确是安迪妻子的出轨对象 凭着戒指猜到真相后 哈里将计就计 找了一个一样的箱子 用它来装夫人的尸体 其实安迪的一切行动都在哈里的预料之中 因为安迪所走的每步 都是在哈里的引导下走的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奥雷 我们下次见